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今天是小年夜啊 在這邊跟大家拜年 我絕對不會講一些老掉牙的這個吉祥話 先祝大家金融年金融快樂 好不好 那當然大家也很關心這個融年啊 整個經濟的一個發展啊 投資啦接下來要怎麼幫自己口袋 多賺一點錢今天不得了我們今天這四位來賓 都是這個重中之重 精挑細選要來當家 幫大家搶賺金融年的 財庫好不好 首先歡迎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大家好 祝大家 農年行大運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祝大家今年的一個績效 龍行九天 財經專家游廷浩 大家好 農年吉祥 資深分析師紀偉銘 大家好祝大家農年財庫滿滿 好 小年夜 這段時間大家是寂寞的 為什麼因為台股封關七天啊 那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 台股要往上噴 台積電很重要 但是呢 最近輝達又開始搞一些小動作 既然要把他的訂單分三份 都不夠吃了還分三份 對不對 游民客 那當然如果這個今年龍年你剛才講非龍在天 對不對 又要龍行天下 對 那台積電很重要 可是輝達這樣搞 台積電股價還有機會創新高嗎 還是有機會 第一個我們在過年的一個期間裡面給大家一些雞湯 再來的話就是正好做一些科普 讓大家就滿滿的一個知識含金量很重要 對然後在整個金融年的一個投資都能夠很順 我們先來看一下當然不管現在台積電的一個角色怎麼樣 至少第一個他是存股族裡面很重要的代表 第二個的話 他是非常多ETF裡面的標的 所以他就變成在台股裡面能不能站穩萬八 甚至萬八以上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當然今年度對台積電來講的話是一個挑戰年 主要的原因就是前有狼後有虎 那我們看到輝達的一個政策 NVIDIA已經不再是 這個AI的一個部分 就是毒壓台積電 他已經開始有一點要分散訂單 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可以這樣呢 腳踏三條船 對 因為劈腿的話 其實對所有的美國企業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的保障 因為渣男這件事情的話 在科技業裡面是很正常的 真的嗎 對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把你的寶 就全部壓在同一家 如果說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現在是代工 AI裡面很重要的 NVIDIA AI裡面的 A100 H100跟L40S 但是三星的角度來講的話 三星他其實從7nm開始 就已經跟這個台積電 跟超微在合作 因為他之前在做的是GPU 還不是AI 但是現在傳說他應該是有意 要做HPM3的這一塊 第三代高頻寬的一個記憶體 用他這一塊的記憶體 再加上自己的限定封裝製程 來搶台積電的訂單 這塊就是AI 現在大家都在 主流的 這個規格 最重要是他有一個 這樣的優勢 HPM3 那我們來看 Intel Intel今年要擴大 去年就擴大 它的IFS 的一個業務 等一下我們來講 什麼叫IFS 那六月份的時候 去年六月份的時候 NVIDIA就收到了 Intel的測試片 結果發現這個測試的水平工藝 還不錯 所以有打算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開始來合作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測試片引申出來的一些 科技上的一個含義 那台積電來講的話 第一個台積電不是吃素的 所以呢 台積電整體來講 2.5D跟3D 在整個架構上面來講 台積電絕對還保有領先 還有一點就是台積電 之前在傳 它的這個先進封裝 COROS 這一塊的產能不夠 但是它產能也開出來了 今年度的下半年 它也會開 擴大產能 對 現有的部分 其實已經OK 然後呢 下半年的一個部分的話 又會再繼續擴大 所以你說如果今天 以三星的角度來講 要用先進封裝的一個製程 來去尬它 我覺得 暫時之間的話 這個不會是成為它 被詬病的一個問題 而且它現階段的 COOS已經滿載 所以以這個下單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整體我覺得它不會有影響 那輝達下一代要推出的 Blackware的一個架構 也是三奈米來打造 但是目前良率最高的 還是台積電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 至少在今年度 我覺得它還不會成為一個 大家 被狂 外資狂到貨 或什麼的 它的一個股價的走勢 應該是比較緩步 好 但是我們剛剛說 前有狼 後有虎 我們先來看一下 狼是誰 虎是誰 看一下三星的一個部分 三星基本上就是一個狼 它就是狼性很強 人家記憶 三星真的是這樣 沒錯 以南韓的媒體來講的話 因為三星正好跟這個NVIDIA在合作 那合作的一個 部分的話 因為當2019年開始有GPU這樣的一個概念之後的話 然後再透過它自家的一個 所謂的高頻寬的一個 HBM3的一個記憶體 好 那現在的話 如果我是 我是NVIDIA的話 我要不要把我的 你真的要 假裝自己是渣男 對 假設我現在是 想要假套三條船的人 那我到底在考慮這個小三 到底能不能把我的正工給 這個取代 考慮的條件是什麼 我考慮的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 晶圓代工廠的這個製程也好 生長參數也好 如果我要去改 我的一個代工廠商的話 我必須要去調整 那我在調整的過程中呢 我就要重力框照 重力光照 那重力光照 就是要花很大的一個成本 而且要投注人力 而且我的工程師 在tube我們參數的時候 都要有一些經驗值 那這一塊就是我在考量的部分 好 那不僅如此 SK海力士現在獨家代理 這個H100裡面的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高頻寬的一個 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現在不是說只有 三星在做 海力士也在做 美光也在做 那這些東西的話 也不見得全部都因為 只有你三星在做 所以我必須得要依附著你 我要依靠你 所以我必須要把單子轉給他 因為照你這樣講 你看海力士 美光也都有啊 對 所以這個也不構成 他唯一要跟他合作的理由 那頂多頂多 我覺得就是在未來有一部分 比一下 我們剛剛說過 A100 H100 還有更高階的 高階的我當然就丟給台積電 比較中低階的 不是那麼好的 比如說 閹割板的那些東西 搞不好我就丟給三星來去做 賣給中國的這些 閹割板的一些晶片 那這個是有可能的 只是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說 分出去OK 但是比例上可能不會太高 我們再看下一張的部分 Intel我們剛剛講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IFS的一個架構 什麼叫IFS呢 就是他的所謂的晶圓代工的一個模式 他現在把代工跟設計完全的分割 以前的Intel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今天把所有的東西都綁在一起 那代工也好 設計也好綁在一起的時候 由這樣的一個FS的單位 來去做內部跟外部 內部跟外部 結果他發現出了一些問題 他在設計上面來講的話 只要一有bug出來的話 他的代工做不出來的時候 他其他的產品陷入 所有的東西都delay掉 這就是為什麼他之前的競爭力很差 我們先來看一下 7奈米之前出的問題 就是多次延宕發布 對啊 所以包含他的客戶資料 資料中心等等 就慢慢的被AMD 被這個部分給蠶食 然後呢 現在就開始把這個 IDN 2.0 把它分割 就是他有一塊叫做 純晶圓代工 那這個概念就是台積電的概念 就把它拉開了 你把它拉開 那純晶圓代工 它可以分兩條支線在走 第一條支線的話 對內 如果我對內的產品 你要找我自己來代工的話 我來幫他做 就是一個是 幫忙自己Intel 對 的產品代工 對 另外一個是接 接外面的單子 接外面的單子 對 接外面單子 那這樣子我分開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 獨立出來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的話 就不會被大家來詬病 就是說 今天如果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 那這個的話 也就是所謂代工跟品牌 之間的一個策略 我們常常會有 進合的作用 就是說因為 你代工跟品牌 都同樣的一個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不要給你代工 我怕我的機密被洩漏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把它分開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比較好 還有另外一點 很重要一點 就是節省這個測試成本 因為這樣的一個 節省測試成本 在去年度累積 就減少了30億美金的 一個成本 才花半年的時間 到2025年的時候 預計可以累積 在持續節省成本 80到100億的一個 成本控制 所以就是變成說 到2024年 今年度的時候 他的營業收入 可以超過200億美金 那所以我們大家就在估 這個200億美金 他說他代工部門 要增加200億美金 所以很多人就猜 就是NVIDIA的晶片在貢獻 所以這個就是 目前我覺得 搞不好在三星之前 Intel的這個 威脅度會更大 但是這個威脅性 目前看起來的話 如果以這個200億美金的金額 我覺得對 整體來講的 這個台積電 AI的一個影響 還不至於太高 但是2025年的後年 我覺得就稍微有一點影響 就時間拉到後面 因為畢竟這個是20的落頭比馬大 也就是說今年 你在過去的那段時間裡面 Intel畢竟是霸主 對 那你霸主的前提之下的話 你已經消停了這麼多年 那南韓三星的起來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記憶體的關係 再加上國家政策 可是未來只要美國人 想通這一點 比如說CHIP4 或者是國家晶片法案 全部都 挹注在整個 自家的一個企業 而且Intel還 誇口說 你給我多一點錢 你就不會像狗上了巴士一樣 毫無目標 對啊 也就是說 今天我畢竟就是美國人 那我們就美國人 你都要把所有的一個企業 都拉到美國來做生產 那拉到美國來生產的時候 各家的成本 其實都沒有那麼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工人有工會 有罷工等等 所以台積電到美國 也會水土不服 那這樣子的話 對自家企業來講的話 在美國本來就 生根立足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它未來的 起來的 聲勢搞不好會比韓國更強 所以反而它的威脅會更高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代工的一個趨勢來講 到這個前年度 2022年的第四季 2023年還沒有出來 2022年的第四季的時候 台積電的市佔率 還有60% 所以也就是說 聯電 格羅芳德 什麼中芯等等加起來 都不會超過台積電 但是這裡面還目前看不到 這個所謂的 Intel的一個比重 對不對 沒有Intel 完全沒有Intel 因為它 沒有代工 沒有代工 但是 可是2024年如果拉出來 就不曉得它的比例會不會衝上來 我覺得搞不好就會比中芯那些更高了 但基本上應該也是把三星的比重拉低 對你要拉的話就是拉三星的這一塊 因為就是說變成我們在小三策略裡面 有沒有小五小六不知道 但是至少小四會比小三好 對不對 所以小四先把小三幹掉 然後小三的話 我們在講代工 對我們在講代工 然後之後正工的威脅性 應該還要再隔幾年 但是我們就是說 整體在上半年度今年的上半年度台積電還保有優勢 唯一的一個變數大概就是在第二季美國景氣的狀態 所以如果以股價的趨勢來講的話 他們三個其實高點都隔一年 我們先來看 Intel的高點是在2020年的醫院看到 然後再來三星的高點是2021年的醫院 結果到台積電的高點是2022年的醫院 所以你看他們中間雖然你覺得他們的世代差很久 但是他們的股價只差一年 好那差一年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討論688這個數字會不會變成歷史的天顯 但我認為不會 但是你說能超出多少嗎 以未來三個競爭的一個狀況 也不會說有辦法把台積電推升到千元以上 所以我覺得他超過688這是可惜的 但是能多少的話 就是看他整個產業合作跟競爭的一個狀態 好當然我還是希望台積電上1000 因為這樣台股就可以上2萬了對不對 能源政策應該還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大家都在關注這個重電股 綠電 甚至市電說 綠電這一塊可以看好到2027年 所以 真的這幾年 重電股我們還是可以看好嗎 大家不要忘記 第一個的話 就是台灣的選舉之後 下半年還有所謂美國的大選 美國大選 對 所以這一塊的話 小減通膨法案也是會是一個重中之重 那2050年之前的一個減能減碳零排放 我覺得這一塊一定是確定的 所以 整體來講的話 不管今天是 哪一檔執政的話 我覺得對整個重電來講都是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個真正有錢人 不像我們的房產都是在那個大富翁遊戲裡面的 對 他是真的房產 浪子回頭 這個市電的董事長推律能 2027年 第一個 他曾經 因為我們在講 當初的京城市哨 也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 顏凱泰 然後還有包含孤仲亮 然後包含這個 許玉瑞 他們都是從國外唸書回來之後 其實他們那一群人都富二代 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 那非常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但是他是其中裡面 相對來講比較低調 大家比較不認識 甚至是早期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的優秀的 但是後來變得很優秀 第一個他早期樂中股票 賣過土地 老陳就在講 他在整個年少的接班過程中 闖禍比做事還要多 但是因為他的母親突然辭世了之後 就是他就變成是說要扛起他們家 整個養德集團的一個這個 重責大任 所以他就等於是接班的第三代 那第三代裡面他你要知道養德集團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集團 第一個 重店當然就是市店 物流就是新竹貨運 那新竹貨運因為他們是新竹起家的 那開發就有所謂的市值 而且他們說是房地產大戶 因為市值本身有跨足房地產 觀光這一塊的話 各位不用講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 你有去吃A卡的話 你就知道就在國賓飯店裡面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打球的人都知道 第一個所謂的新風球場 林口球場 全部都是他們家的 所以我才說他們是一個真正的有錢人 然後呢 但是他相對低調 但他現在在推升整個 集團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他這幾年的營收 真的是有在慢慢起來 因為我們對E5類的概念 E6類的這種股票 我們都覺得是老牌的大牛股 對 可是去年度我們曾經看過什麼 華城 華城一整年已經 各位你知道嗎 華城一整年漲了五倍 漲了五倍 你說這種 這種股票的話 地牛可以翻身被火牛 所以也就是說 像市電這種的話 就被大家提到 老牌的重電公司 它一接手了之後 就開始佈局綠能 而且綠能的一個狀況的話 市值都還有在繼續提升 重點是因為它開始慢慢的 多角化去投資比如說弘德能源 這個在這個創業版裡面 那它也是它的第二大股東 充電樁這一塊的話 它跟企而行 企而行是一家很大的一個運能公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跟龍頭的 和泰汽車來做合作 在未來電動車的世代裡面 第一個它做所謂的充電樁 而且它不光只有做充電樁 它還是做整個充電樁的營運 從金流到整個收費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完整 算一條龍 對 然後重電這一塊的話 就2027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說整個 現在你覺得說 這個華城很厲害 可是市電慢慢有開始有 就是企而這個孝子 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以市電的一個股價來講的話 在去年度曾經一度來到174 這個就是因為它開始跟這個企而行 做衝霸 這一塊的體材 讓它整個的上去 那後來當然下來的一個過程中 第一個營收當然也有降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大家就是看到了 美國很多的運能商 比如說在做這個 所謂電動車這一塊的話 相對來講是不是都破產了 或者是都虧損 所以就是導致這一段 他們都下來 可是後面的這一段起來的時候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主要是美國的 公債殖利率下來 那像重電也好 綠能也好 都是利率敏感 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利率敏感的公司 只要利率只要 稍微有降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一個股價表現 跟他們投資的營運成本都會下降 所以他們的獲利 基本上他們的獲利都會提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營收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獲利是一直保持的 一直相對的比較高 對 這一點的話 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營收其實它是往下走 可是其實獲利卻增長 因為營收這件事情跟標案有關 他們都是分紀錄帳的 但是獲利就是一直持續的往上 那宏德能源的股價最近也上去了 就是他的第二大股東 他是他的第二大股東 他合作的核泰車最近也起來 所以我覺得對市電在今年度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會不會繼這個華城之後 可以開始期待 我覺得值得研究 好 那剛才殷老師有提到印度 等一下我們回來討論印度的經濟償償率非常的強 有沒有可能取代中國呢 最後市民說 你一定是吧 沒有